这位太太看起来可能一点都不像你想象中的一般抢匪 但别被她那老奶奶的无辜外表给骗了 她在24小时内可抢了三家银行呢 据纽泽西警方报告 5月13日早上一家富国银行发生抢案 嫌犯走进银行把一张纸条交给出纳员 得手后急扬长而去 当天晚上 这坏婆婆又来到约20英里外 一家多伦多道明银行重施故纪 隔天早上 没错 她又干了一票 这次是在另一家多伦多道明银行 离上一家分行仅5英里远 令人惊讶的是 在这几桩抢案中 她完全没用任何武器 当局在脸书上发文 呼吁大众帮忙逮助该女子 5月15日 即逮捕了42岁的Josephine Sarie 她的保释金高达20万美元现金 我们倒很想知道 她的纸条上 究竟写了些什么 好 好 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